赵丽颖我的银宝世间玫瑰千万朵,情人节王一伯律发造型上热搜,粉丝,这也太狂野了。 情人节到了,各家粉丝都是嗷嗷待补,等着自家郑主给自己补点粮,就连剧粉们都等到了各种带播剧的精美剧照了,更何况,是艺人粉丝呢? 各家艺人开始了,有放雪景的,有送自拍的,有给风景照的,有直播的,网络上各家粉丝那是开心得紧,那王一伯粉丝呢? 郑主不出来,平时就罢了,这也是情人节啊。 于是,粉丝们那是在王一伯自己的社交平台下,小心翼翼地留言今天情人节,哥哥要不要出来营业一下呢? 情人节到了,哥哥你发个广告也行啊。 砖头来到王一伯的宣发博下面,情人节了,能不能出来干点活多发点王一伯啊,拿钱了要干活呀。 这番又耸又刚的言论,真真是把双标玩到了极致,宣发博许是看到了粉丝们的嘴脸,终于在情人节大中午的,开始了回击。 王一伯还是有点库存的有增了九张帅照,虽然已经看出来了是旧图,但是一头板寸,加上香奈儿,真是有种混搭的美感。 曾经的王一伯每逢穿香奈儿,都是有着长发,活像个小王子。 而板寸配上香奈儿,原本是不和谐的,但是因为这个人是王一伯,竟然意外地绝配。 就在粉丝们专心舔颜的时候,宣发博特地在评论区强调了,王一伯精心染了绿发,你们都没发现。 什么?王一伯的头发是绿的?这样太狂野了吧? 粉丝们惊奇之间,王一伯的绿发造型也是秒上热搜。 就算知道王一伯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,那真是摩托车有绿色,战袍有绿色,街舞战队有绿色,甚至粉丝们的应原色都是绿色,但是,宝儿,这绿色可不新往头上来啊。 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。 刘欣的语气和动作请自行脑补。 虽然刘欣没有成功将自己的头发染绿,但是王一伯做到了呀,用时两个小时,保持了12天的发色,很多粉丝在当时都没有看出来。 于是,在情人节当天,王一伯的宣传播发出来了,并且强调了一遍。 虽然王一伯染了绿头发很酷,很帅,很野,但是选在情人节这个时间发出来,不得不让人怀疑宣发博在暗戳戳地报复粉丝们的双标行为,毕竟王一伯粉丝中有诸多有男朋友的, 在这个日子里,看到自家偶像头上的绿发,心中不知道是不是五味杂陈呢? 其实,对于粉丝们来说,有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毕竟曾经的王一伯,还是一个能在情人节自己发博,官宣自己的大摩托和心爱的战衣,表示自己的女朋友就是摩托车,但现在真是什么都没有了,不怎么营业了。 当王一伯能够发一张自拍粉丝们都觉得是过年了,更何况宣传博能发这么多帅气的一伯呢? 自从陈情令之后,王一伯也很久都没有这种爱豆发色了,过去那种神仙蓝发,菊发,紫发,都没了,好不容易有了绿发,粉丝们那还不赶紧多夸夸,否则等下一个发色,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 不得不说,虽然只有短短12天,但是这律发的效果是真的好,最起码,粉丝们对着这个造型,麻粉秒变女友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